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嘎 今天来试玩看看一款打扑克的游戏 这一款在steam新品节的时候 好像讨论度就已经很高了 然后游戏出来之后 阿嘎一看哇一万多篇的压倒性好评 加上还有网友问阿嘎会不会玩玩看这一款呢 那阿嘎平常虽然是比较少玩这个卡牌游戏 大多时候都只是感受一下游戏的设计 规则或者是游戏里面的世界观而已 就不怎么去追求那些高难度 就是那个胜负欲比较弱 但是这一款正式版出来之后 好像晚上都说他挺上头的 阿嘎也非常的好奇啊 因为阿嘎在steam新品节的时候 稍微试玩过一下下他的教学模式 然后那时候好像感觉 因为没有太生日去玩嘛 好像比较普通一点 那今天有正式版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试玩看看这个正式版 然后看看他游戏内容怎么样好了 然后游戏里面我们可以开一个新的回合 然后游戏里面呢 他可以有不同的牌组啊 然后后面很多很多 全部都要解锁 那阿嘎目前呢就全部都还没解锁 那我们用最基础的这个红色卡牌 来玩玩看好了 然后他的效果就是每一个回合 都有一次的气牌 然后尤其好像在试玩的时候 他有那个教学模式啊 但是在正式版游戏里面 他好像没有没有给我教学 那阿嘎就用我用我仅余的一点点记忆力 然后来稍微描述一下他的游戏的规则好了 然后游戏里面呢 就大多内容好像是跟那个德州扑克差不多 但他里面有一些小盲柱跟大盲柱 大盲柱之类的 这里他就不再是什么你下注不下注那些东西的 而是像一个小任务一样 就是说你要得到多少分 然后会有多少奖励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选择跳过这一个任务的话呢 他好像反而会给你一些就是有一些加成哦 所以你要算一算哎到底我要不要玩这个任务 就是可能我玩然后占到更多一点 或者是我直接跳过可能效果还更好一点 那刚目前来说对这游戏的那个理解非常的弱 那我们就直接选择进去这个游戏里面玩玩看好了 然后游戏里面呢好像就是我刚进来嘛 然后他目测就是一看起来就跟普通的德州扑克一样 但是呢你可以拿到更多的卡牌 然后你的目的呢就是你的目标啊 就是像德州扑克一样 就是像打扑克一样 尽量就是要凑一些组合对子啊 三条四条同花顺之类的 这样子打出去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倍倍率 就他有一个基础的倍率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打同花顺 然后他会让我的 让我的分数乘以一个八倍的一个数值 然后就是我们的得分了 然后另外呢我们每一张卡牌 他会都会有一个筹码 就是一张牌就是一个筹码了 然后我们就要尽量用这个筹码 还有那个倍率 然后得到一个尽量高一点的分数 去占取一个奖励 那阿嘎就开始来打牌了 然后我们好像是要占多多赚一点钱 然后后面可以用来 买一些加强一点的东西 哈哈 阿嘎也有点开始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了 因为就卡牌就是打打扑克 跟跟卡牌游戏混在一起了 阿嘎目前还是有点分了哈哈哈 反正今天也是就是随先来感受感受看看好了 然后这里他会有一个 就是我们先先稍微打一次好了 因为他好像可以有一次可以弃牌的 就比如说我有一些不想要的 我可以把它弃掉 好像可以可以换回来一些一些别的卡牌 那我试试看好了 这两个比较就是比较 比较不相干 那我就先换掉好了 先7一下 对他会补给我两张 然后我这里我就可以凑个 两对这样子 两对然后如果我还有一些不想要 也可以凑出去 5张打不打出去 然后没有的话也可以直接打出去 然后这里加40个筹码了 好像先出牌好了 对然后我就可以得到120分了 然后他那个出牌的 出牌的次数跟气牌的次数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要在这个次数里面 有限的次数里面 尽量把那个分数凑高一点 那我继续来凑这里有两对两对 那我 再换一下 这样子六七八九还是五六七八九啊 我来看看啊 五六七八九就是那个顺子 顺子有四倍 然后前面两对的话只有两 只有两倍 那我用这个 这个顺子好了 五六七八九 八九 这样子打出去吧 这样子 然后就有一个顺子30乘以4 然后这里面还会加一些筹码 然后就会有一个倍数 那我试试看好了 然后他就每一张加上去 然后再乘一个倍率 然后我就凑够300分了 然后他就会剩余的出牌次数 他也会寄一点点钱给我 然后就会有五块钱 然后听说的每五块钱 后面还会有一个利息这样子 就如果先不买东西 他后面还会给我利息哦 然后我现在能买的东西也不多 可以买一些卡卡包 这些卡包就是后面用来强化我的牌组 然后会有不同的效果 然后这个是最多可以转换三张选定的方 的牌 去变成这个方块 然后哎那那我拿多一点方块 是不是就拿到那个铜花的组合比较 机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这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花灵牌 哈哈那我先先拿这个好了 三块钱好像也挺值的 然后用来凑点那个铜花 哎我还有六块剩下 那六块钱我就留着看会不会给我一些什么 什么利息啊之类的好了 那我下一个回合 然后我继续我就顺着打过去好了 因为现在我 我也不知道就是好还是不好这些这些选项 就是我我我直接跳过 我不知道值不值得 那我就直接继续好了 打这个大忙住 然后1234我这里有四张哦 我来看看 好像葫芦是有三张加两张 然后不然的话就是只是三条而已 三条是三倍 然后葫芦是四倍 那我就凑个葫芦好了 就刚刚好 这样子 直接出牌好 出牌 两百多分了 然后这里有两张这个方块 如果用这个星星的这个他塔罗牌的话 可以转换三张变成那个方块 然后哎怎么使用啊 怎么使用呢 应该就是直接推出来一张吧 这样好了 让他们变成这个方块 使用 然后这个塔罗牌好像是一次性的 用掉就没了 那我现在有五张方块 这样子 然后四倍 出牌 好像分数就够了吧 五百多分了 目前来来看好像是挺简单的 但是好像到后面那个难度越来越高之后 就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好像 我感觉后期会不会就变成都是数学题啊 然后我来看看 现在我有13块13块 看要不要买这些卡牌 这些是塔罗牌 这是小丑牌啊 小丑牌 如果在出牌时候 当下拥有三块或者更小的钱 就产生一张塔罗牌 但是那要很少钱哦 那其实我把它用光也是可以啊 这里商店里面出现塔罗牌的频率 乘以2 然后这一种牌 我不知道他算是属于是什么呢 然后这一个是 升级两队 加1倍数和20筹码 就让我的那个两队的效果 这这个倍率变更高 那我 先买个小丑牌 就是这一把我把钱用光好不好 好呢 从最多两张小丑牌里面选择一张 我先选个小丑牌好了 直接打开 看看是什么小丑牌 每一个回合结束时候 获得一块 每一次打败那个boss忙住时候得到两块 然后这个是每一个剩余的气牌次数 可以获得40块的筹码 啊 4 加40筹码 剩余的 我有点不太懂 就我在游戏里面的气牌次数吗 哦 还是说我在游戏中途中 然后如果剩下气牌次数比较多的话 他就会给我筹码 那他最多是不是去4次啊 那我就是打这一张卡可以得到160的筹码 好像这里直接拿钱是不是比较好啊 每回合结束时候获得一块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回本 哈哈 那我选这个好了 然后 这个钱越少 就越厉害 然后再用这 因为小小丑牌好像是可以不停的用的 然后再升级一下 那个两对的倍数 那我后面就 哎 购买何使用 好直接直接使用是吧 然后我现在两对那个倍倍率 然后就变高了 就变成三倍了 然后就就没钱了 那我去下一个回合了 前面还想说留一点钱 然后用来占那个利息 现在哈哈哈 现在一块钱都没有了 然后这里就是那个是什么资助 小忙住大忙住 然后下一个是资助啊 然后在本次 是抵住中打过的牌都不 哈 打过的牌都不计分 那是我会少很多分数吗 然后我还 我还要打六百分哦 提高所有蒙住 重启蒙住 那就出发吧 哦 这什么意思啊 得分无筹码 不能出发任何的功能 或者效果 招检易 打过的牌都不计分 就我前面我以前打过的牌 然后他就不计分 但是应该算那个倍率的吧 那我来看看啊 这个是被动被动卡牌吧 就是他只能卖出 就是就是小丑牌 你是随时可以卖出的 但是他不用不用在游戏里面主动打出了 他应该是被动的卡牌吧 那是我估计 然后这里我应该是要 换一换那些卡牌了 呃 四五六会不会有个七八 哎 七八 二三 三 如果有个三的话 我就可以凑个顺 这九打掉 那九跟这两个可能可以凑个 凑个黑桃哦 然后打掉那些不是黑桃的好了 我来凑童花 对吧 童花哎呀 运气不好 但有有有两对 我可以这样子 因为我刚前面那两对那个倍率比较高 然后我就这个 这也打掉好了 然后他还给了我一个塔罗牌 可以转换三张选定的牌 变成这个红星 然后我现在只有一张红星 我再打两两个两个两队吧 这个没用的打掉好了 能不能打六张 不能 只能打五张 再出牌 来得及吧 我还有两次的机会 四百多了 还差一百多而已 然后哎 我又多了一张 加强两张所选的牌 是倍数牌是什么意思呢 不太懂 那我就先换掉三张 变成这个红星好了 使用 红星了 然后 倍数牌 我有点不太懂 那我试试看 如果我这样子 选 选他变成这个倍数牌的话 会怎么样 哎 是什么意思啊 加四倍数 加四哦 他本身是只是加筹码的嘛 然后如果我用掉了这一张牌的话 他连那个倍数都会增加 那就可厉害了对吧 然后我试试看啊 出牌 然后那个倍数应该也会有影响对吧 对对对 乘以8 哇不得了哎 这游戏完完全就是一个 算数的游戏啊 就那种加强倍数那种卡牌很厉害 然后一下子这一把 剩余出牌次数 还有火箭 火箭是什么意思啊 哦火箭就是这一个 然后每一个回合结束时候得到三块 OK 我拿到九块了 然后然后我继续打下去吗 就是一关一关的吗 我前面以为是 最多就三关了 然后如果出牌的牌型包括两对 获得加二的倍数 那我前面强化过我的两对吗 升级同化顺 同化顺太难了吧 然后从这个是买塔罗牌 这一个是选行星牌 行星牌是什么呢 这个我先买了好了 那我剩下三块 我也不用想他是什么了 我直接出发下一个回合好了 然后 然后继续再来一次这个小盲柱大盲柱 和这个标记吗 然后他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哦 那我打到什么时候 才是才是头呢 哈哈哈 那我就先先来打打看这个好了 我觉得应该 你先离我就是失败不远了 哈哈哈 哦哦我前面前面那一个关卡 打过的不算 但是现在他又回来了是吧 那这个红星9 那我可以打两对对吧 两对 现在两对的话是乘以3 就现在嘛 我两对比打那个三条都要 就是跟打三条差不多的效果 如果再强化一下 比打那个同花都好 哈哈哈 那我就先打两对好了 因为他 我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9打出去 他加4倍嘛 然后那个数字 那个筹码就越多越好 所以就我选这个两条 追 比这个两个7好像会好一点 让他倍速倍率高一点 不是那个那个基数高一点 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怎么说 然后再升级了一下是吧 哎七百分的这样就七百分了啊对 所以这个游戏是我前面说哎 八百块好像有点困难嘛 然后想一想我前面买了这么多的什么 小丑牌啊塔楼牌啊 原来是原来是这样的效果就是 他会让你更容易的拿到更高的分数了 然后这边产生两张随机的 行星牌到底什么是行星牌呢 加4倍速 那这个也挺强的嘛 因为他加强过之后后面下一局 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哦 那我先试试看这个什么 还先用这一个呢 我先让他加强一下 两队的话 哎我有两个红星期的 哎 包括这里有人出千啊 谁出老千啊 我来看看 为什么我可以有两个两个红星的 我有点不太懂算了 不要管他了 这不是问题 那正好有两个 我就把他们就强化一下吧 增强成为这个什么倍数牌 使用 哇厉害了 这两个7 然后再产生两张随机的行星牌 我不太懂是什么 我就好奇啊 行星牌也是一次性的 对吧 然后一个是升级 高牌 加1倍数和10筹码 高牌意思就是 就是我什么牌型都没有 那他就会给你就只算你最高的点数 就是什么倍率都没有 那那也合理 那那我以后打一张牌都有两倍了 好吧 哈哈那我就先用掉吧 这种好像行星牌 不用好像也没什么作用 要不就卖掉而已 就只是一块 一块也不是什么钱吗 对吧 好 然后还有这个火星升级这个四条 四条也是不好臭的呀 哇 我觉得还是两两对两对比较划算 这个 然后把六也打出去吧 好像没什么作用 出牌 哇两张 那倍率可高了 十一倍十五倍 哇靠 强 一把打下去就有一千了 又得到了八块了 好像有这一张 这一张还挺赚的嘛 这个 这个 这个小丑牌 然后这里又有可以升级那个对子 啊对子不是两对哦 那是一一对 那一对也有三三倍率了哦 那可以哦 那购买和使用 一对也两倍 啊不是一对也三倍 哦二哦我懂了我懂了 就是他那个分数的基础是有差别的 这一对是二十五 然后两对是四十 然后这一个加长一张所选的牌成为 钢铁牌 当这一张牌在手上的时候乘以一点五倍数是所有牌吗 好像还挺挺好多 然后我现在有八块 这这一边这一个是什么东西 像像神器一样吗 但很贵 从最多三张塔楼牌里面 最多三张塔楼牌里面选择一张马上使用 然后这里是行星牌我发现了行星牌很很重要 是什么呢 顺子 两队升级两队我应该会升级两队 加一倍数和二十筹码好就他了 我还挺长用这个两队的 我把两队那个堆上去吧 然后我还要不要再买啊 如果后面他 就当下如果我钱少一点的话就会产生一张塔楼牌 加长一张所选的牌成为钢铁牌 那我先买一个 选吧 选塔楼牌吧 我觉得我永远都买不了那边像神器一样的那种牌了 加强一张所选的牌成为石头牌 加五十点的那个筹码 最多两张选定的卡牌 点数提高一 点数提高一 该不会是三点变成四点这样哈哈哈 然后 这一个加强成为玻璃牌 乘以二的倍数 有概率会摧毁这个卡牌 挺不妙的嘛 那好像是这一个比较划算一点 然后选 这个然后我要选一张卡牌让他的那个 筹码加高一点 那如果全部都堆在同一张会不会很强啊 那我试试看这样子好了 然后我后面只要抽到这个红星9然后成功把它打出来 那我就很强了对吧 这啥意思啊 哎 嘿哈哈哈哈 完蛋这是什么意思啊 哈哈 我的酒不见了 他就只是变成筹码而已 哎呦浪费了 想多了 阿嘎想多了 好吧 靠 继续打 哎 什么鬼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要吐血了 那后面这一个五分之一的几率加20倍数 还有十五分之一的概率获得20块 那那要用我这个 对吧 那我先选先选一下 但是现在好像很难打 那我先洗一洗八九 那这个这个打掉 这三个打掉 气牌气掉 2345没有6 但我有一对 这样 我可以这样打吗 这样子好了 就一对吗 对吧 三倍 然后我要看看这个石头石头牌是他算不算进去的 我也有点好奇 哎加50可以了 我刚好像忘记忘记按他了 产生一张随机的小丑牌 好有一个占卜师小丑 本赛局没使用一张塔楼牌时候倍数加1 现在目前加7 有点不太懂 倍数加7 然后我继续打这个 两个吧 然后我这个是什么时候去使用啊 还是说一张牌这样哎对了就是一张牌的话 他就有概率给他 强化 那我就用这个吧 有吗有强化吗 然后 哦 好吧 就这个效果是直接加在这个卡牌上面 然后他现在也是那个五分之一的概率 哈哈 好吧 哎 就有点第一次打然后都有点意想意想不到的感觉 加7吗 哇 加好多倍啊 直接赢了 哎这样看的话打着打着好像感觉还挺上头的嘛 虽然说目前来说我还是很多很多牌 我都不太知道他的效果 那打出去然后就有时候有点 就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多可以负债到20块 什么鬼啊就是 就我可以 预知吗 那我直接 直接 预知然后买下这一个好 而且 而且我那个钱一直在3块以下 那我每一次都可以产生塔罗牌啊 那不管了我先先买了再说 然后刷卡刷卡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哦他是小丑卡 然后我现在小小丑卡全部都就占满了 然后我现在就先买这一个吧 中杀boss 忙住每个抵住中杀一次 虽然我不太知道什么是中杀 但是我就想要买一下 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兑换 导演加作 以兑换 然后他的效果 在哪里啊 看不到没地方看哦 然后继续所有东西都买了好了 最多5张里面选择一张 到你的牌组 两个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哦 我打开看看 开始乱花钱了 人嘛拿到信用卡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就开始乱花钱了 然后这个 有个红色封蜡张 然后他有机会可以重新出发一次这个卡牌 挺有趣的嘛这个设定 金色的蜡蜂的话打出这一张牌的时候 这一张牌的积分会获得3块 这个是重复打 这个是直接给你3块 那我有 我要我要3块 那我直接要是3块好了 然后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两张到9了 这里对我有两张9了 我懂了 所以里面的卡牌不是最多52张 而是你可以无限的加上去 然后可以有很多就是同样花色的的 的卡牌都可以的 然后再选一张 我负债雷雷 然后这张 在这回合结束时候 如果这张牌还在手上 就是那个金色封蜡张的意思吗 然后这边有蓝色 蓝色的意思就是 当这张牌在回合结束时候 还保留在手牌里面 产生一张行星牌 我 行星牌这也太强了吧 我要这个 然后这边还有一张石头 我不要石头了现在 我对石头的印象不太好 哈哈 他没有花色 哎我要打boss了 所有人头牌面朝面朝下抽出 完蛋 我连他是什么花色都不知道 他还打个屁啊 怎么打 哈哈哈 产生一张随机的小丑牌 哎如果现在卖掉的话会怎么样 哈哈哈 现在卖出的话 会不会完蛋 试试看好 我很好奇 没事哦 那再使用拿一张小手牌回来好了 加加9倍数 然后没打出一张红星花色的牌 倍数再加4 哦 哦 那不得了 然后我现在这些我都看不了 我想要把他们弃掉 这也不要了吧 234567 掉 说不定来自4 哎可以了 然后我就有铜花了 哦不是不是 顺子 顺子 然后他也是三倍 有点少 那不管了 先出牌吧 因为这边我有那个倍数吗 而且加 而且打这个红星好像他还会加4倍 那应该ok吧 我我我我我我 他才600多 有点傻 有点傻 太阳最多可以转换三张变成这个红星 哦那不得了了哦 哈哈哈哈 不对 啊够够够 我以为我以为就只有一张那个红星了 那我要把他们换掉 换哪些呢 这些吧 这些 这样子 这样不对 这一张 不对 他是那个 小丑牌 哦不是不是 那叫人头牌 人头牌换回来不知道会给我什么东西 那我就只是换这个红星好了 实用 爽了 这次要爽了 哎好像确实挺上头的 打着打着我都觉得上头了 四倍四倍 哇这个倍率 这倍率不得了 可惜就是没有那个人头牌 不然那个分数更高啊 打出来那分数越来越高了 那这意思是不是我现在就没钱了 我不能再负债了 买不了 好吧 直接出发下一个回合 看都不用看了 然后这个留在手里面就会产生一张行星牌 那我要一直留在手里面永远不打出去啊 然后最多三张可以转换为这个方块 哎一张两张那我可以 那这个还有这个 换成方块 然后这两个我就 这两个就留在后面凑成那个对子好了 然后这个 使用 铜花 可惜就是没有那个 红星铜花那就更强了 一张 21倍 我这样子一千一千多分了我 选择两张牌张 把左边的卡牌 转换 到右边的卡牌 那啥意思啊 就换成他吗 不不不不我我前面还想要拿这一张来来来玩玩看 然后我现在有点有点不太理解 是左边的 转换成右边的 还是把左边的 换给右边的那两个两个意思啊 对吧 那我还是不要乱来 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然后我 不对啊 他说不是 哦是在这个回合结束就是这一局 与不是我前面打完一次他就算结束了 所以我要把他留到留到这一局游戏的最后面 他才会给我那那一张行星牌啊 然后这张死神牌我不敢用 他就说啊 我随意拿两张来试试看好了 86会怎么样 哦就就把这一张变成这一张 那如果 我把这一张变成这一张 他不就站翻了吗 靠 早知道前面就试一下 但是我有点怕 哈哈 那我就这样子两对吧 然后这个也丢掉吧 看后面会不会 后面会不会给我一张 三 这样子我就三三张了 哦 这样就就可以了 然后占了10块钱 现在我有6块了终于不是负资产了 最多可以摧毁两张选定的牌 如果打出的牌包含3条倍数加10 3条但是我很少打到3条 很少 而且现在3条也就3倍 算了吧我觉得几率太低我就不买这一张了 然后我有6块钱的话 6块的话我想要存一点钱 不对 如果存钱的话 我就没有这一个流浪者的效果了 还是我直接把这一个流浪者卖掉 卖掉然后再存钱 对 那我就没那么多的塔罗牌了 这个换成梅花 这一个目前升级3条 加加2倍 那也使用吧 然后现在3条那个倍率就高一点 然后流浪者的话 我就 不要了 留点钱 留点钱 把它卖了 直接出发下个回合 然后跳过的话 我看看下一个 下一家店的初始卡牌和矿充包 均为免费 那我想一想啊 我打一场 我打一场也就为了什么 我为了赚钱 然后我赚到的钱也就那么十来块 十来块还完完全全就是 买不了他们全部的卡牌对吧 那我直接跳过 然后他全部都免费的话 哎 下一家 下一家 不是这一家吗 靠我又误会 哈哈哈 头颅 所有红星牌卡 都不计分是什么玩意 不计分 那我这一张不就废掉了吗 好吧 上吧 不计分 但是应该会算那个倍率的吧 得分无筹码 不能触发任何功能或者是效果 就 哎 所以我有三条哦 我有三条 而且我三条的那个倍率比葫芦都高 所以我就要很随意的打三条出来 这样 这里还算是一对吗 这样 就把没用的打出去 然后这个什么 我换成梅花 梅花的话 我没理由换这个梅花吧 我看看那个同花的倍率才四倍 然后我三条的话有五倍 那我要三条好了 出牌 1400 我这样子看一看的话 我一我我我我打四次 就出牌只能只能出四次 然后他5600好像还挺遥远的 这样子 我一每一次 不拿个1000多都不够啊 完蛋了 那我再来两对好了这样 然后这一个他说 不能出发什么效果 这样子 这样吧 哎26倍 1800来得及来得及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 换成一个梅花的卡牌好了 红星的不算的话 我把他们都换成那个梅花 来吧 梅花 喂 喂这样就不得了了 我还加四倍哦 然后这个酒 我好像要 想办法打出去 那我留着留着一张酒 这样 会不会已经够分了 不管呢 先打的出去再说 对吧 先出牌 那我可能浪费掉了 哎 还有一次 那我这一次我就要把这个酒打出去 然后这些其实可以弃掉一些些牌 那其实一对 一对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就其他随意打 然后就 接了一king 然后就 就这样 他给我加了三块 我现在随意一个组合都有 就有一千多 小丑以解 以解锁 有成就哦 所以到底我要打多少多少局啊 然后这里所有的卡牌都是免费的 那我来看看 这两个都是小丑牌 每一次出牌都有概率升级 排行等级 好像挺厉害 然后这里每弃掉一张 5 获得3块 每回合数字都会变更 每回合数字都变更是什么意思啊 嘖 有点不妙的感觉啊 这个是打两对的 然后这个每回合结束 或者有钱 这个也要留的 不能不留 这个倍数也很强 都要留啊 那我这个够吗 这个我怕他不知道换什么东西给我 我就先先不买了 哎哎慢着 他不是说都免费的吗 为什么这个不是免费的 哈哈他不管了 先买了再说 不免费就不免费吧 存货过多 啥意思啊 他给的我两张不是免费的 骗人骗子 好先选行星牌吧 行星牌就是给我加强那些组合的倍率的 铜花加两倍 高牌加一倍 就一张卡也可以加一倍 顺子加两倍 好像铜花我感觉比顺子容易拿 然后高牌我是不怎么会用的 那我就 铜花为什么目前等级一啊 哦 木铜花等级一也有四倍 那我再加一点点的话 就会有六倍 就慢慢升级上去的意思吗 得分哦 这两张也是小丑牌 我要谨慎一点的的来拿 打出的人头牌 即 给予加四的倍数 那 人头牌加的倍数也挺多啊 这个是红星 这个是人头 这个是两对 只有两对才加 哦 加两 加两点倍数 那我这个好像没那么好用 那我这个卖掉好了 然后换一张这个人头牌 没打出一张方块 加四倍 人头方块 方块 如果这两个抽在一起就五分之一 就就就一半 百分之五十的概率了 都会加四倍 我人头牌好像一张 就一组里面 就大概只有三张 那粗略估计他概率不会超过三成 是这样算吧 就这一堆是是是加分的 哇 纠结了 这两个我都想要嘛 这个是钱 每回合结束时候有钱 那我怕打不下去 钱好像后面不是最重要的 那很难得他现在那么值钱哦 这个直接给你加十三倍 这个就不得了 这个一定要留的 那我先买一张这个好了 先购买这个 钱留还是不留呢 再选一个行星牌 我五张哦 三条加两倍 高牌两对加一倍 顺子 葫芦 那我继续强化我的两对好了 因为我的两对好像 挺高的 现在四倍 对吧 最强还是四条 那四条很难凑了 那我还是拿这个吧 两对 然后这一个升级排行等级 我是不太理解他什么意思 排行等级 我想留着看看他效果 那我卖掉这一个 那我后面就可能会穷一点 穷一点但是哎哎 他选两张啊 选两张的话 那我强化三条还顺子吗 葫芦就算了 葫芦加两倍 三条加两倍 高牌我应该不会那么说一吧 那我选这个 好了 然后我这个卖掉吧 只值三块 他是每回合了 所以是我打三个就是小盲柱大盲柱 还有最后一个不知道什么盲柱 之后才会给我七块 那平均打一局下来分摊也就两块多 其实也没有 没有很亏 没有很亏 那我就这样出发下一回合好了 小丑牌是有上限 哎怎么感觉像无金模式一样 怎么打不完啊 到底什么怎么样才算我是赢啊 然后现在六千 六千分 我又看看这个跳过的话有什么效果 下一家店的初始牌 卡和矿中包 都是免费 但我就少了一次买的机会 算了打吧 六千分 哎三条 慢着啊 看看三条还是葫芦 三条七倍 葫芦的话四倍 那我还是三条吧 三条还七十呢 那就那个激素 就那个底 怎么怎么说啊 就他的那个分数 分数是七十啊 这边那个葫芦才四十而已 三条好了 三条然后丢一张 丢一张不用了没有 那我直接丢三张出去好了 哈哈哈 那就那就这样吧 三十倍 这样子三千六了 然后这个七但是我打不出去 那我打两对吧 然后这个要保留在 保留在手牌里面 很有可能 这样吧 这个丢出去他好像是不算的 对吧 试试看 不算的 没有算 所以这一张浪费了 升级四条 对线才7块 那么少 穷啊 闽王星加高牌 高牌不要 把最多两张选定的牌卡点数提高1 然后这个是小丑牌 每次忙着选择之后 摧毁右边的小丑牌 并永久增加他卖出价的两倍 到目前的倍数 到目前倍数 所以是不是有一个基础的倍数了 不知道哪里有显示 哦这些是礼券哦 我可以在这里看这里看得到 那我这个要不要买 不要乱买吧 出价的两倍到目前倍数 是不是直接加了 那我要卖掉这些吗 因为他如果加倍数的话 他直接卖的话两块 两块两块 那直接加四倍了 就是把他卖掉的话就有四倍了 然后这个这个我目前来说 我还是不太懂他意思 升级牌型等级 他有升级过吗 要不我就卖掉这一张 他是不是可以哦 对他可以 放不同的位置的 嗯最右边的小手牌 那我先卖掉这一张 然后再买这一张 然后把它放最左边 然后后面他就一张一张卖出去 然后他 本身就是红星才加四倍吗 或者是某一些东西才加四倍吗 然后到后面就只要卖出去 就所有的牌都加四倍了是吧 是这意思吧 没理解错的话 然后换铃牌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看看什么是换铃牌好了 六块钱 就看一看什么是换铃牌 会好像很强的样子哦 摧毁手上随机张牌 再新增四张加长加强版的数字牌 到手牌中 两张加加强版A 然后新增负面效果到一张随机的小手牌 减一张手牌数量 有点不同 这不就纯纯纯的减一效果吗 然后新增彩势效果到一个随机的小手牌 然后摧毁其他小手牌 那不就完蛋了吗 那不对不对 不不不行 不要乱来 那那我看看这个 增强版A是什么东西好了 那我选一个上面没有东西的 那我就选个10吧 这样子 增强版A 啥 是这样的增强版啊 哎他前面不是给我给我两张了吗 然后现在黑桃很少哦 哦就是一张这个增强版的 就是随机的增强 然后这一个 这张牌在手上的时候乘以1.5倍数 钢铁牌 然后这个是 就是那个加4倍数吗 然后现在我怎么那个黑桃那么少 可能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东西了哈哈 再来一个 三张塔楼牌 要不要买算了不要乱乱花钱了 我们下一个回合吧 大蒙柱9000了 现在 喂 喂 摧毁右边的小丑牌 所以他不是最右边的是摧毁他的右边 所以他前面摧毁了些什么 我有点忘记了 就就好像他删除了之后 就从我的记忆里面删除掉了 哈哈 我忘记他是什么了 算了不管他了 然后我现在我记得那个两对是最值钱的 对吧 最起码就有600分了 这样子好了 8也丢了吧 好的现在可以加6倍 然后我后面可以不停的买那个小丑牌 但他那个倍数会越来越高 然后这里可以有三条 三条的话9倍也不错 然后再加两张不相干的 就他们吧 就我把他们丢了 后面可能回来一些更有用的 或者是稀有度更高的 那这样子看起来他那个分数虽然很高 但是 但是好像也不算太难吗 对吧 每次蒙住选择之后 所以下一局他会再卖掉一张 然后再补回来一张小丑牌就ok了 然后这边789 都是一些不相干的吗 只有一对 但是我要留在手里面 要产生一下一个行星牌 789 这样子吧 78945 没差了差了一个6 差了一张6 那我看看啊 如果就打高牌的话就有3倍 那我再洗一洗好了 石头牌 5点数或者是花色 其实这个小丑牌 不不不 这个石头牌我不太知道他该怎么 怎么去打出去 5点数或者是花色 是不是他可以丢出去 然后就当成某一个花色 是这样子 百搭的吗 有这样好的事情吗 23456 如果给我一个3 加一个6 这个不要了吧 好吧 一对 一对也行 对子 对子三倍 两对会好一点 78945 那就这样吧 应该可以来得及 就是 在那个出牌次数 耗光之前应该来得及 凑够这9000分 45789 2345 差个6 那要不这样 把他气了 有两个5 这个我要留在手上 7排还有一次机会 哎两个5两个4 那就这样吧 这个应该如果这样丢出去的话 他不算分了 那就这样出牌 好像打着打着还真的 真的挺上头的 就是他不知不觉 你的分数就会越来越高 然后你感觉自己好像很厉害 其实并没有 只是你买到了更多的那个 有用的一些卡牌而已 比如这个 然后升级你的对子 然后又可以使用掉 这种东西就无脑用掉就好了吧 或者是更有策略的 就是某一些你不会用的 的东西 可以直接把他卖掉也行 那好就好在他 不贵 这个铜花又加两倍 然后这个 把牌 将牌型的出牌次数 增加到得分倍数 怎么好像看起来挺强的 排行的出牌次数 我是有点不太懂 出牌次数 但是好像又很强 因为他加强那个倍数 然后这个 每次丢弃那个方块 花色牌 就会得到三个筹码 然后每个回合 花色都会变更 啊 我就是你可能每个回合都会 就要丢不同的花色牌 然后就会得到筹码 但是筹码好像影响不大吧 因为他都是几十几十筹码这样 关键是我还要买一张小丑牌 卡罗牌 卡罗牌 卡罗牌我就先不买 那我买这个好了 不太懂他意思 但是觉得很厉害 好 那下一回合 然后这个第一次的手牌 以背面朝上的方式抽取 哈 第一次而已是吧 那 那怎么搞 拳气 拳气 然后去中间的 这样 拳气 然后有没有有没有 这样子 然后把这三个打出去 那我是 这里有一对 一对也有四倍 是这样打吧 试试看好了 喂 哎把这个不小心打出去了 然后不小心到被倍率还大一点 然后一次又占了七千多分 那很简单吗 那就这样了 把十打出去 好了这样就通关了 加五十筹码 我一会再来看仔细一点啊 然后这里是升级那顺子 顺子实在是没什么机会用 那看这些好了 每出牌六次 获得下一次的倍数乘以四 这 也太难了吧 就我我 一共出牌才四次 那差不多 一两局才会给我一次那个四倍 然后我本来就已经很多倍了 不要这个 手牌之中每持有一张k 给予你那个1.5倍数 然后买这个好了 出现行星牌的被被被 出现行星牌的频率 乘以2 买 然后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神器 然后越多越好 买了再说 游戏牌选一张 五张游戏牌选一张 这六块 这四块 算了下回合吧 哎又一个忙住了 然后他又要消耗我一张那个 小丑了 然后现在要一万一 然后 七八九没有十 那气掉一些 七不要气吧 如果给我个六呢 那怎么办 好纠结啊 就希望他四张可以给我一张十 这样会不会比较安全一点 试试看好了 然后没想到就给我一个六 哈哈 好吧 那 那 这样子 然后顺便把这些丢出去 就一个对子 顺便换点牌 因为普普通通一个对子 他那个分数也不低了 然后再来一个两对 最常用的两对 然后把二也丢出去 这样就OK了 好像这个超猩猩蛮厉害的嘛 那我后面要把他顶住 不要不要被他 不要让他被烧花掉 那现在怎么我得到钱那么少 打出的人头牌 有一半的概率 在得分的时候获得两块 诶这不错嘛 然后每张小丑牌加三倍数 那这个肯定要要买的吧 直接加倍数了 他放在这边 他放在这边 然后我再买一张 那不管了这个有用没用 我就直接买 他放在这里 这是那个优先 优先程度越低的就越放这边 那没钱了没钱出发吧 本赛军美打出一次手牌 获得一块 将会得到二十九块 他直接给我二十九块 我打打生打死才那么几块 跳过跳过 二十九块 然后这边降低完这局 出牌的排行等级 排行等级是什么 我不太懂 那我们来观察观察 我先看看他这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我就出发去看看 降低了吗 这是什么变透明了 变透明了 还是我拿在手上他就透明了 我有点不太懂 哈哈 有点看 慢着 对吗就是我拿在手上他就会 降低 算了不管他 我直接先凑一个排行出来好了 五六七八 四五六七八 对吧 七八 然后这个也打出去 然后我想要看看这个什么一半倍率 加二十倍 或者是有概率得到二十块 好试试看 来就这样 然后再打 这个当他在手上的时候就会 长以1.25倍数 成 不是加 那不管了先 先先打再说 哎哎哎哎哎这什么东西啊 五十几倍哦 他刚刚刚做了什么东西啊 三条 三条比葫芦高 降低出 排的排行等级 哦是不是他会减低我那个倍数是吧 有可能 再观察 -2 哦 他这里降低了你的那个基础的那个倍倍数 但是妨碍不了我 六七 差一张 就打铜花的话又差一张 那样子的话把这两个换掉 换掉希望他给我一张铜花的 就这东西的 或者是给我一张9也行 气牌 六 再七一次 七张就好 两个k 两个六 ok 然后再打一张 算了 就这样吧 还挺简单的嘛打到后面 哎会不会是这这一把打完之后他会不会再给我一个什么再提升难度啊之类的 没打出一张黑桃 就加四倍 然后这个 铜花顺 铜花顺不会有的啦 当打开任何一个矿充包 但是却跳过的时候加三倍 哦 哦 这小丑牌是吧 五块 先买这一个 然后呢我就再去哎 哎这东西什么 重选这是重选是吧 前面我好像看到了 啊就是这一个 然后减少减少两块 先不买 塔罗牌塔罗牌 好了然后我有塔罗牌了 产生一张随机的小丑牌 然后但是我再选跳过 就会得到加三倍数 跳过 然后我再一张四块钱加三倍数 会 奖励牌 就就他里面好多就是 各种各种各样的效果 啊 幸好他左边有备注 产生两张行星牌 我再跳过 好像这样子 到后面会很强哦 然后这个要不要买啊 算了先先兑换了再说 然后我再重选 哎 下面的不包括的啊 哎 红花 购买和使用 加100筹码 每次出牌 减5筹码 啊 那出牌次数也不会很多啊 那加加的筹码挺多的嘛 但是我现在这边都塞满 15倍这个也很强 这个也不得了 所以后面他只会有机会就是用掉这一张 那 算了我现在不要乱买东西了 那就下回合吧 两个A 2347都换掉吧 还是他们吗 347 好吧那有一队好了 二十六 三十八 五十倍 那其实一一次拿个五千多回来也才四分之一 然后我只能打四次 所以其实状况没有很好哦哈哈 然后我还是先换换牌吧 有点不妙 这样 能换的也不多 算了这个也换掉吧 加50筹码 还留着留着吧 哎三条A 三条A再加这个好了 就后面就变成那个数学游戏的感觉了 10k的成就解锁 4567没有8 小丑又解锁 然后 这东西那怎么办 要不这四张全换掉 还是花色花色也差一个那这两个留下来 然后这两个换掉 一个两个啊 你这样子也可以同花的同花也可以 然后就同花那个被倍数也不少 哇这边的被倍率很高哦 就加22倍哦 那钱很少哈哈哈 钱真的很少 然后升级两对再加一倍啊 这个买吧 现在两对那个我都都会买 你好像两对现在性价比就是你没有其他东西的话两对也行 然后如果抽到什么同花那种四条同花顺那些 我是没什么期望的最多我就觉得同花比较容易拿 然后就 顺子其实也也也也很难 然后基本上都是那是那种比较容易的同花三条两对这些 我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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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强化多一点点哎这个行星牌 哎这个选这个气掉可以再加三倍哦 那这行星牌看看有没有同花顺 同花还有对子对子加一倍同花的话加两倍 那我加同花 同花现在很强哦这样子 然后这个五张塔罗牌 六块钱有点贵哦 最多生产两张随机行星牌 两张塔罗牌 那会不会两这个刚好产生到这一个然后可以无限轮回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行星牌算了 算了我直接跳过了然后让他那个倍率提升好了 加9倍了 那现在 再下一回合吧 就我要在 打完梅花之前再补一张小丑进去 不然他就会灭就是 消消毁掉我这一张抽抽象小丑 然后我就直接没了12倍 看看产生最多两张一般小丑牌 这好像也不错 但我其实没那么多 他应该就只会产生一张给我 那再打好了 算了别留了吧 就为了那张行星牌 这样 不要为了站那一张行星牌 搞那么久 可能打几局然后就回来了 继续两队 我每一次忙住不是每一次小忙住哎呀 靠我没了十几倍 哎呀哎呀靠心好痛 呀 哎算了不管了再继续打吧 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 只有一对 然后56789好就这样吧 56789 这样子 也有四倍 顺子有点少我前面才说 遇到他的概率比较低 幸好痛完蛋 那我一会一定要想办法补一张小丑牌回来 不然的话我这一张也补也也也 也也保不住 只有一对 那23我弃掉 这里也弃掉要不 哎有了有了 两个两个这两条A 那再把这个丢了吧 我前面那个 倍率十几倍啊一下子没了 我感觉就是差好远哦 六块钱 不管是什么东西我就买一张 没打出一张方块 好 ok 这个放这里 然后从最多两张小手牌里面 选择一张 这个也可以 人头牌 人头牌还有这个打出人头牌的时候加30筹码 加筹码好像也不错 因为这样算的话 因为他本身已经加几十的那个倍率了吗 那筹码他通常就几十一百这样子一百多 那加这个也不错 然后这张牌这里好了 对子升级对子对子 然后现在六块如果再 再气掉的话我可以再加三倍 手牌数量加五 这个我不要了 那我开这个吧 那不看了跳过 越看就越伤心 下一回合吧 贪心小丑就会气掉 所有梅花牌卡都不计分 怎么感觉我第一局都打那么久 我感觉像在打无机模式一样 然后他现在是30倍了 4579 什么鬼 这里差一个10这里差一个6 但是这样子换一张那个概率也太低了吧 78 789 6789 7两张 一张吧 有一个人有一个Q 那我打一对好了 一对然后把其他的 丢掉 好像分数也不少吗 不然 四分之一都不到 哈哈哈哈 好危险 然后这样子他是 得分无筹码 不能触发任何功能或者效果 那加点倍数应该也有了吧 七八九 两对然后七八九 两对然后七八九 也是9000多 然后现在我的进度是落后的哦 我只剩下两次机会 六七八九 六七八九十 感觉还是不太够 算了不管了 目前最好的状况应该是这个 完蛋我感觉这一次就过不去了 想办法凑两对或者是铜花 我现在没有任何那个塔罗牌 铜花的话 我也没留凑这个梅花 一二三 那这两个不要 然后这三个刚好都是红星 那这个我也气掉 算了不气 先气一次 然后换来了 两对 但是他说不能触发任何的效果 得分也无筹码 所以这个打上去他筹码会比较低 那我加这个筹码就好了 试试看这样吧 加50然后这里11 哦13加63 六十三就是一百 一百四十多 算了好难 算了 直接打出去吧 啊差一点点 然后我就算是失败了 然后说是最好的一手 人家不是常说那句吗 就是赢的永远是庄家 哈哈 所以我打到最后还是输掉了 好吧 然后 所以这游戏就真的是 全部都是无际模式的吗 然后我看有没有解锁了什么东西 蓝色牌组已经解锁 然后每 每一个回合加一次出牌哦 出牌次数加哦 然后还有就是解锁了一个小丑 然后他效果就是 是什么 小丑牌 塔罗牌 行星牌 和幻灵牌 在商店出现多次 不太懂 继续吧 然后还解锁了个黄色的牌组 开始时候都给你10块钱 然后 还有这个 所有的几率牌的几率加倍 就三分之一变成三分之二好吧 我还是觉得前面那些被倍数的比较强 那好像解锁东西也不算太多 然后 然后这边就是我目前玩过的部分 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慢慢解锁 打起来其实是挺上头 不是 不过一局好像 打起来那个时间也挺久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小部分就是 某一些那个卡牌的意思 有点 不太 理解 就是没有很确定了 也可能是阿嘎的那个理解能力还不够 那导致就是不能就是 如果如果可以好好理解的话 应该是可以算一算我 还够分不够分啊 或可能是多洗几次 可能那个 那个排行会更好 拿到分数高一点 然后就可以再打久一点了 我今天才是第一次打了也 蛮久的了 然后我目前评价 觉得这游戏还挺好玩的吧 就有时候无聊拿出来打一打 就感觉比 比自己跟自己在那个网上担任模式 得出扑克扑克可能会好玩一点点 那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吧 如果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个赞 或者是觉得这游戏怎么样 欢迎留言告诉阿嘎 或者是觉得哪里 阿嘎理解的不够好 欢迎帮帮忙帮帮忙 告诉一下阿嘎 那阿嘎也可以多学习学习啊 那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拜拜